你常常讲F-35很厉害 F-35是隐形战机 它来无隐去无中 我心里想要这么厉害 妈妈也能不能吹牛 我现在看到一个故事 把我吓死了 怎么吓死了 现在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大杀四方 你现在跟我们讲 我跟北方的黎巴顿 珍珠岛我给你开干了 我对这个伊朗 我给你开干了 甚至什么 我对南方的这个夜门组织 我也给你开干 现在恐怖是什么 它说我跟你这个胡塞组织 我居然有12架的F-35 奔袭了1700公里 然后呢 胡塞组织 你所有的二次装备 完全都不知道 我完全来无隐去 我直接到你胡塞组织的港口 我把你整个炸得稀巴烂 炸完以后我离开 胡塞组织居然 来了什么飞机 用了什么方式 它都不知道 保德哥这阵的时候 打完收工立刻高歌离席 结果呢 只留下原地的胡塞组织 还一脸梦想说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到底被什么炸了 你说这个炸完就走 然后我还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各位 各位一下看到 就是这个河台打岗的地方 这是胡塞组织 在夜门的一个基地 结果没想到呢 因为以色列不堪其劳 他频频呢 对他们的北境进行攻击 结果他们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说 好 那我们出动 我们最精锐的F35 总共12台 而且飞越1800公里 我就来轟炸你 叫保德哥你知道 离谱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甚至还配载了这种KC135 因为实在太远了 要有加油机 所以你看 海空中加油 海空中加油 就是我春白 就是要拿F35自己拢 就是这样啦 踹门只要自己拢 而且这个就是F35的视角 我根本就把你刚刚讲的 你这个吊飞 你所有的器材 我全部把你炸掉 对你看 当他们这个胡塞组织 整个基地放在那边的时候 夜黑风高 你练人在睡得很安详 睡得很安稳的时候 根本说不知 已经有12架F35 早就已经扬长了去 而且做什么 做轟炸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那个爆炸的画面 我一直想吓死人 为什么 那他是一点爆炸之后 他不断的投弹 不断的投弹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 风火连边 这边炸完之后 那边炸完之后这边炸 所以他整个是我们讲的 整个黑烟 被这种轰炸到 完全已经弥漫到整个天空 因为各位这是晚上 你想想看 这个火光是热烈 而且你还看得到 整个黑烟直串云霄 等于是说他们呢 好不容易飞为1800公里 花了三个小时之后 还中间加油 然后把你炸得击巴烂 而且刚才讲的 这个河打岗 他不是只在一个地方 他是把整个河台打岗 全部炸毁掉 他把你河台打岗里面 所有的部件 所有的部署 包括等于是说我在出发之前 我就已经精准掌握到岳戈尾 这是一个很大型的基地 等于说呢 胡赛组织常常利用这个港的 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进行骚扰 所以他把这个所有的精准的目标 包括你可能站立位置 放在哪里 可能雷达在哪里 我都已经锁定好之后 飞过去 呜 炸完之后 然后马上 Bye Bye Adios 然后呢 高歌离席 结果你是要到了什么程度吗 你看喔 从晚上炸到一路 已经天亮了 然后这个我们讲胡赛组织 在那忙着灭火 然后还在说 到底谁炸我们的啊 而且我觉得你这脸贱 你这脸多贱他 诶 这就是他们的F35 他说我不是去炸吗 我起飞 回来 我都拍给你看 可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第一个 他们的武器已经被炸关了 现在第二件事情 我们讲的F35 你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大秀 为什么 从出发到空中轰炸的画面 甚至连加油的画面 就是说我们不惜 拔射千里要炸你 然后最扯是在这边 来 连回程的画面都拍给你看 来就各位 有没有炸完之后白天了 有没有 慢慢的滑翔 然后呢落地 落地之后呢 甚至这个我们讲的 飞行的下来之后 以色列国王的空军参谋长 还跑出去拍拍之后 Good job Yo bro Good job 但一个都没损失 完全没损失 12台去12台回来 没有 宝典哥 你这个问题就问错了 他们连什么炸 他们都不知道哪来的损失 他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突然被炸 为什么爆炸 他搞不好 到底是飞弹还是飞机 因为代表说隐形功能 太厉害了嘛 无辱无人之境 当然嘛 因为F-30我们讲的 他那个涂料 你如果在雷达侦测上的话 他那个大概跟一粒方 各位就一个方堂大小 一个方堂大小 飞过你的天空 你怎么会知道 那有什么大不了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当F-35出动的时候 对于整个我们讲 狐塞组织 或者恐怖分子来讲 根本防不胜防 而且更可怕的是刚才讲的 现在驻日北军 既然把他们现在 之前不是用F-16吗 全部改成F-35C了 当然为什么 各位你知道F-35C 我们现在有介绍过 F-35A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型号 而F-35B就是说 它透过可以上航空武线上 垂直起降 而F-35C你知道什么吗 弹射板 换一次它的飞行速度 它的我们讲的起飞速度 来得更快 它可以当舰载机 当然嘛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以前我们讲的 大部分都是什么 F-18E 就是所谓的超级大航空 但是你要想想看 当配载这个F-35C之后 它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讲F-20也好 或F-18E 甚至F-15E也好 它都是属于那种 典型的空中作战系统 但是F-35的系列 它的不同在于说 它是整个空中的指挥部 空中的司令部 换言之它可以做 包括所谓的横向零器的串联 甚至是雷达的侦测 以及它的光侦测的范围 跟目标 就高达500公里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是踹门者 这个叫做是攻击型 当我们讲这个东西 你想想看哦 四代战机都没有办法获得F-35C 这个是智库哈德逊研究员所讲的 因为它的功能跟作用 本来就不一样嘛 你不会期待说一个空中的 我们讲 你如果有F-35C 它搭配F-11 甚至搭配F-12 就有如航空母舰一样 所以换言之 等于是说 它把这个F-35部件在这边之后 整个包括南韩北韩 甚至我们讲的 中国大陆沿海第一岛链 所有临近一带 包括航舰 包括舰艇 包括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边游的 通通都在它的雷达掌握的中 好 提问 今天在讲F-35多厉害的事 我都没有感觉 可是我刚刚看到了 以色列那个 12架的F-35 在半夜离到了1800公里 中间还用这个R-135 在空中加油 然后我进到 湖赛组织的港口以后 我把港口全部 你的器械 你的吊背 所有东西把你炸完 炸完以后 高歌利息回去了以后 湖赛组织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对 以前修理 黎巴嫩也是这样修理 现在修理 湖赛组织这样修理 可见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 黎巴嫩也好 湖赛组织也好 他们的武器来源 都来自于俄罗斯跟伊朗 所以他们的伊朗 俄罗斯的相关的雷达设备 根本找不到F-35 根本也不知道来无影去无中 你一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来 你走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走了 所以这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湖赛组织今天崩了 而且你都到我的上空 你都已经丢炸袋了 我还拿你没办法 是啊 你知道以色列就讲了 湖赛组织你太过分的话 你伤好那些船舶 或是骚扰外国的船舶的话 今天美国你不修理没关系 我以色列自己来修理 结果现在以色列真的自己来修理 就把他这个港口全炸掉了 是啊 那你湖赛组织能怎么样 我们知道湖赛组织 背后的老大哥也是伊朗嘛 那伊朗来讲的话 提供给他相关的这些武器 结果F-35一过去 就把你的东西扫平了 你又有什么能力 可以再对付这些外国船舶 所以简单说 以色列其实不想打而已 如果要打的话 真的 如果美国给他开绿灯的话 湖赛组织大概就会歇灭的差不多 然后呢 黎巴勒也是闷了 其实这些国家来讲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 因为手上的武器 没有那个能量可以去 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F-35真的现在 二次的武器的防空设备 完全挡不了 那如果俄罗斯也挡不了 那中国也挡不了了 是 因为中国 它基本上 肩系列的肩-35 有人说什么 他们可以媲美F-35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Tony 就是以前曾经在AIT工作过的 这个军事方面的 他有讲过一件事情 因为他以前是飞官 他说F-35本身来讲的话 你如果坐上去的话 你看到前面 其实飞行员完全不用动任何东西 全部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电脑萤幕都在你前面 然后呢 就像上帝的视野一样 上帝视野 对 上帝视野一样 他看着整个地球的这个湖面 而且在弧度啦 来来讲的话 那旁边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过来 那个东西过来 远方有什么东西 然后在多少公里以外的东西 都不用在你用亲眼去看 电脑萤幕上面一清二楚 你只要配合大家下的命令 所以他什么意思呢 他会有一个联合作战 他跟其他的这个战地也都会串联 而且他不是只有F-35之间串联而已 他会跟其他F-22 F-18 F-16 等等之间做这样的串联 这显然 他是一个联合作战的概念 他就是一个AI 跟一个电脑系统化的概念 这种东西只有美国办得到 其实其他国家办不到 所以他如果可以来以无以去不中 当然他的涂料漆料 那也是非常特殊的 以前中国来讲的话 我刚刚跟你讲一件事情 辽宁汉第一次出海 到了台湾东部海域的时候 刚好美国不知道从哪里派过来的 一架隐形战机 就是可能就F-35 或者是这个F-22也不一定 过来之后 其实已经靠近了辽宁汉 辽宁汉雷达系统完全看不到 还不知道他过来了 这就是来以无以去不中的概念 使得敌方会非常害怕的 好瑞德 上礼拜就讲 如果川普当选的时候 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机会 你就可以买很好的飞机 当时讲说 如果F-35我们敢买的话 那今天美国会卖吗 还有现在本来在川普时代里面 要卖我们这个所谓的智慧水雷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 那上一次第一任的时候 就很讲卖 但是到后来 他的执政的晚期 忙着打选战 没有卖给我们 叫智慧型水雷 智慧型水雷跟我们今天 今天是汉光演习第一天 对不对 我们今天事实上就有军队 我们的国军就有所谓的快速步雷 步这个所谓万象水雷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 万象水雷会步在什么地方 步在港口台北港安平港的外海 对不对 我问你老公 他当然知道你会步雷 所以老公一定会针对你的台北港安平港 这些来进行扫雷 智慧型水雷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他可以用C13洞跟F-16直接在空中发射 发射到哪里 他一升空就发射 发射了以后最远发射到海峡中线 直接丢到台湾海峡 静静地躺在下面等 所以你的冻拐五也好 还有你的冻拐六 还有包括你的冻五五这些 你不可能在台湾海峡的中线 扫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智慧型水雷为什么重要 以前可能不卖 但现在你不是要我们增加 我们的自我防卫吗 那现在老公拼命地把各式的船舰 甚至包括民间的货轮都增加了 我告诉各位 我们这一次的汉光四十号演习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夜战 以前汉光不管是五天四天 不管几天 不打夜战 不打夜战 我参加过很多的市队康 汉光 我们几乎都不打夜战 我告诉你 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直接把 像过去我们特战部队 政战特潜队也好 包括海军陆战队 海龙蛙兵这些 以前扮演攻击方 这次没有攻击方 没有攻击方的话 那就直接大家都是攻击方 为什么呢 我直接下令 所以今年要打夜战 什么叫打夜战 你的部队可能扮演 有人来突袭 下台有人突袭 你怎么办 你怎么要处置 从连长 营长 旅长 你怎么去处置 各位不要小开 为什么呢 这一次汉光演习 有可能在台北市 跟新北市交界的桥梁 无预警的就只有军队占领 你知道吗 放下来 我直接封锁 当然这过程到时候还是需要警察来协助 那我怎么 问题是我就直接封了 我要过去怎么办 过去 你绕路吧 现在打仗的战争 玩这么大 玩真的 现在就在打仗 我直接军队接管 对不对 我今天把整个桥梁接管了 因为桥梁是以前 不管是师队抗还是刚刚刚演习 最重要的 以前都是做这个样子 这次就来 玩真的 那么包括淡水河 大家都知道淡水河重中之重 他们的野马气电船 从野马气电船不断的增加 可以运送等于说 包括他们的相关的坦克 东央154坦克 994 96A坦克 那么野马气电船 都会从相关的淡水河来 我们今天除了布雷之外 在台北港附近布雷 淡水河过布雷之外 今天就特别针对淡水河 进行单程的 这个等于说 拉防守线过去去年拉这个汽油桶 被大家笑对不对 汽油桶里面放汽油没有 那是点燃变了火锁 火道 可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要对付 这个野马气电船 这样不够嘛 今年又增加成三道 什么意思呢 不是汽油桶这样而已啊 包括拦截锁 什么叫拦截锁 它的这些所谓用 就是螺旋桨 做这个相关的 核上面的这个推进器呢 就会被这个所谓的拦截锁给弄住了 它就不能动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道脚钢锁 什么意思 脚钢锁 脚钢锁上面 用这个杀伤雷在上面 你把它想成 蓝坡布的手榴弹鬼雷就好了 所以它一旦过来的时候 砰掉 直接被你炸掉 还有符筒上面放TNT 每个符筒上面放 两公斤的这个 TNT黄色炸药就对了 那么这些都是假设 我希望从明年开始 我们真正用无人舰 来试一试看看 在淡水河 今年因为还没办法 但明年你可以在淡水河 直接用无人舰 这三道相关的防线 在淡水河 直接试试看 淡水河口不是有架 两组四套的二龄机炮吗 我们用无人把机来打打看 完真的 因为这一次呢 包括这个等于说台南 包括这个台北 包括新北 包括花莲台中 跟那个等于说台东 全部都进去 这次很特别的是 我们汉管演习一结束 马上进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海军司令部 雄三飞弹 征程行 直接无限高的试射 我们是完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